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在台湾真的是 宝岛天堂 什么蔬果都有 今年这个蔬果盛产 价格真的是 平价又健康 可是很多观众朋友 要小心特别注意 也因为盛产的关系 很多观众朋友 在买这个蔬果的时候 特别会发现 随便买都很漂亮 那都长得很完美 可是他们到底 有没有农药的残留 到底在家里头 尤其到了夏天 很多观众朋友 在吃一些生鲜的沙拉 生鲜的蔬果的时候 更需要清洗干净 待会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 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再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心梅医生 大家好 再是化学博士 博士好朋友 陈耀欢 大家好 再是症状科的医生好朋友 郭克林医生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 谭东池老师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邦老师 嗨 大家好 刘医师你常常在本节目当中讲到台湾很多观众朋友真的生在毒中不知毒 为什么因为有些蔬菜水果 当然你吃他生吃 生吃的很高兴 可是万一没有清洗干净 不知不觉残留的农药或者环境荷蒙的毒素可能都吃到肚子里了 对我要讲这个国人的毒蛮多也是真是不得意啦 因为我们常帮病人做检测 其实我们在帮那检测大概瘦化器毒重金属毒 我们常看到真的国人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不过我们再讲 如果根据2009年的健保库的资料库来讲 全台湾平均每一天都有一个人 超过一个人会因为农药一些相关的急性的症状中毒 送入医院这是急性的 如果慢性来讲那太多了 那个是没办法去评估的 不过我们今天讲说 确实要大家多吃蔬果 可是蔬果药种得漂亮 那当然他可能用了一些有机非农药的问题 这是一个状况 我们讲说农药来讲 残留到底有哪些可能会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疑虑呢 第一个罹患癌症的机率确实比较大增 我们在讲不管有机灵 或是我们产一些农药 那市场的最后代谢物 其实都属于塑化剂的一种 那60%到70%的农药都会跟塑化剂是有关系 那在美国他们有个很大型研究 针对一个农场 14万的人这个做一个研究 大型农场研究 结果他们统计这么多14万的这些农夫 他们发现长期使用农药这一群的话 他们有几种癌症会特别容易增加 第一个血癌 第二胃癌 第三个子宫 子宫癌 子宫癌包括子宫内抹癌等等 事实上你可以想得出来 因为这些环境荷尔蒙受化剂 经过身体的代谢之后 它的这些有机的毒物会影响到细胞染色体 所以造成我们细胞分裂的时候会出状况 第二来讲 当然它会在我们生的器官 跟我们的这个所谓排毒系统 它会累积 我们本来要排毒 像肝脏 以外累积的地方更糟糕 还有我们在有些这个有机的这些毒物来讲 它是对这个肾是有毒性的 所以造成我们肾功能肝脏都受损伤 第三个神经系统 其实国外有个研究发现 长期使用农药的人 他们发现他们有类似巴基因绅士的症状 什么意思呢 就之前来讲 他们手会尽然会颤抖 他们在影响到从中组神经 影响到我们在那个黑子 影响多巴胺的这个分泌 造成类似巴基因绅士的症状 当然还有另外研究是跟施政是有关系 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农药使用 比较多的这个国家来讲 地区要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来讲 我们讲不孕症这个 特别比例高的今天 特别注意一下 50%是男生的问题 男生问题就是跟我们的精子的活动力 跟树木量有关 很不幸的 在塑化剂 或者我们在农药 比较污染的地方 他们说这个男生的这个精子的活动力 发现确实降低非常多 树木跟活动力介绍非常多 还有如果假设你是怀孕当中 我们在孕妇当中 吃了一些含有农药多的这些食物来讲 它会影响到胎儿 胎儿来讲的话 不光是容易早产 或者胎儿出生之后呢 容易贫血 另外胎儿的骨髓容易受到抑制 这是我们在比较恐惧担心的 我们常常讲说 这农药对我们身体到底这么多危害 那到底是我们要平常怎么注意 当然其实很重要 不过我是讲一个 我才上个月才碰到一个案例 那一对姐妹来 那姐姐是46岁 妹妹是44岁 他们两个来是因为来调整 他们两个都是乳癌的患者 那么疫情又得乳癌之后呢 那他们怀疑说是不是跟基因有关系 后来我们帮他验基因 没有关系 基因都没有问题 那后来我们在研究他的家族史 他们家住在中部 中部来讲的话 他们家是务农 务农他在跟我讲 他自己跟我聊一听说 刘医师 刚才我那种农药关系 我是怎么说 他说我们做那个种果树 他说如果真的不用农药 他们卖不出 那个水果种不出来 所以他用大量的这个施肥 用一些包括农药 后来我就帮他们验 他们血液中 尿医中的这个塑化剂 真的是非常高 我们一般验14种的 这些塑化剂代谢物 这两个姐妹 同样的有7种的过高 而且包括双分域都非常高 所以我跟他讲说 可能合理怀疑是 跟你们使用大量的农药有关系 这是一个在果农 他们在务农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讲 平常来讲 就是说你的蔬果里面 确实如果我们这个细节 不注意大话 常常吃到有农药污染蔬果 确实有些风险 而且新门医生蔬果的清洗 本来就很重要 即便是有机的食材 也要清洗干净 对 其实在后 以前我其实也蛮崇尚 所谓的有机食物的 但是后来深入了解 有机食物并不是说 它就一定是百分之害 好 重点是在你怎么料理它 我们先讲一下 有机这个字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意思原则上是说 我们不要用化学合成的肥料 或者是农药 换言之它会用的是一些 比较天然的肥料或农药 像什么 我们一些动物的粪便 它可能就是一个肥料的来源 那第二件事情是 其实它的农药 我们只是说 跟一般的非有机的比起来 它的一个检测的标准比较严格 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没有农药 而是它也有农药 所以假设说今天以前 很多人会有机的东西 就觉得我就可以直接吃 其实这个观念一定是错的 第一件事情 你可能吃到的是 这些我们说 这个动物的粪便的排泄物 并没有清洗干净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 它其实还是有所谓 我们认为认定的所谓的农药 或者是肥料的一个污染物在里头 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差异性 我先提一下 这个粪便的 如果是动物的粪便 它其实就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 所以之前美国有一批的 这个有机的产品被退回去 原因就是它被发现了 里斯特菌跟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呢 我相信大家之前有一次 我有看到一个新闻 是小朋友吃到 被没有煮熟的鸡蛋 结果就上吐下泻 可是它严重会多严重 最近就有个小朋友 他是这样 他有一天就开始发烧 然后开始肚子就觉得肚脏 肚子脏气不舒服 然后开始呕吐 甚至他最后是有点扁扁里头有出血 所以那时候妈妈把他带到这个诊所去 诊所的这个医生一看 就觉得这不对劲 马上跟他说 你这个要去大医院 妈妈想说 就是一般的感冒 上吐下泻的症状 他就拖了四天 拖到第四天 是因为他小朋友肚子已经鼓成一个圆球了 妈妈觉得这个真的应该得就医治疗了 一进医院的时候 医生当时一看 就他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沙门氏菌的感染 而且这沙门氏菌 当时已经吃进了肠子里头 所以他当时其实在第四天来的时候 他已经属于肠破裂 他肠子已经破掉了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沙门氏菌可小可大 有些人拉一拉就没了 可是如果你这个很严重 是可能会很有问题 那过去我们都认为沙门氏菌是 比如说你这个鸡蛋 你没有煮熟的鸡蛋 或者是一些乳制品里头会有 但是呢第二个传染途径 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的粪便里头 所以你看有机的产品 他为了要不要用化学东西 他就会用动物的粪便做肥料来源 换言之你就有比较高的机会 产生所谓的这个沙门氏菌 或里斯特菌的感染 所以其实有机的东西 你要观念正确 它只是天然的肥料 所以它还是有污染的风险 所以换言之 这些东西你得彻底的清洗 或者是有一个好的料理方式 否则它其实只是一层把关 你第二层把关自己得自己做到 而且郭医师 基本上台湾洗肾的比率非常高 除了跟饮食相关之外 农药也是造成我们肾脏疾病的 其中一个危害之一 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没有错 台湾的洗肾比率 的确是全球之冠 不过因为台湾肾脏医学 有公布说 为什么我们洗肾病人会这么多 最重要的两大原因 原因很多 第一个老年人口的增加 我们现在的医疗非常的进步 让很多人就活了很久 那活了越久的话 其实全身的器官就跟着老化 此为其中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就是说 也是因为医疗的进步 很多糖尿病的病人 在早期可能就死于一些 其他并发症 感染症 又控制不良 得到心脏病 但因为现在医药发 让这些人活了比较久 所以糖尿病人也活 也活了比较久 所以糖尿病的慢性的一些 病发症就跟着跑出来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不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农药有什么可能产生 那台湾很难去抓这个样的现象 但是我最近在我们 我们的医院正好有 接受国议会的一个请托 我们有帮忙培训 我们所谓的中美洲的一个友邦 叫沙尔瓦多 大家都知道沙尔瓦多 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很农业的 农业国家 对对对 那正好学院他就跟我们讲 说你们台湾的 是这样的一个盛行率这么高 那沙尔瓦多反而不一样 他说很多是年轻人 农夫 他好像就真的得肾脏病 但是后来除了洗肾以外 最后还很容易 很年轻就死亡 我就问他为什么 后来我去找了文献 文献上是说 他有推测几个原因 大家知道在中美洲 其实那地方是非常的热 他们夏田工作 其实比较有所谓的热伤害 可能会脱水 这样他们可能用了 某一类的像某些农药 像一个药 我去查过像孟山都的药 叫做年年春 它是一种除草剂 这些除草剂其实很特殊 它其实撒到土壤当中之后 它其实会跟土壤中的 重金属做一个结合 那如果农夫有时候不小心 不可能是因为它可能吃到 或者是吸入 或者是皮肤的接触 有可能就跑到我们体内 最后它会跑到我们的肾脏去 它很奇怪 它到时候它反而就分 它就分开了 所以这些中因素 有可能产生我们肾脏 肾脚管的一些病变 所以那边他们的肾脏病 都比较像所谓的 慢性兼职性的一个发炎 跟台湾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他讲说 有没有这可能 我是觉得有这个风险 不过是很多风险 病在一起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状况 那接下来谭老师就要出来分享 夏天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喜欢吃剩菜沙拉 那也喜欢生食 那夏天其实 这个蔬菜叶菜也很多 可是清洗干净很重要 是 那我们先看 据说这个农药残留 经常名列前茅的小黄瓜 而且小黄瓜 大多数人真的生食 尤其夏天吃得多 那就算没有生食 也没有很认真洗 这个我会洗得很干净 那你会怎么洗 先示范一下 谭老师的小黄瓜 都会怎么洗 对 其实呢 我大概就是 所有叶菜类所有的菜的话 就是一起都放到水盆里面 好 你会这样子放同一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农药是复合型的 你其实不用单一起 而且因为我们职业妇女很忙 全部丢一盆 所以才会放一起 对 然后呢 像这个的话 我就把它掰开来 叶菜你会先掰 就是如果是 它是一整个的话 因为这个我们撒农药是这样 它种在这里这样撒 所以它这个地方残留 永远是最高的 对 那我就会把它这个打开来 但是如果是那种菠菜 我就地头切掉 整把下来 整把下来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青江菜 几乎每次都有 好 那再来一颗花椰菜吧 然后这个花椰菜的话 花椰菜要倒着放 我先这样子放 然后呢 因为花椰菜的话 你要第一次第二次水蓄满之后 我先帅洗一下 然后把菜拿起来 我这个水呢 不会浪费 我会拿去教我家种的花 那比较不会长虫 好 那第一次洗 你怎么洗 第一次怎么洗 第一次第二次水蓄满了 那第三次我要强调的 水蓄满是有一点点浸泡是不是 没有 我就是 把它帅洗一下 就是去那个泥土而已 或者去一些杂质 或者有一些寄生虫啊 什么的之类的 脏东西啊 然后第三次 我是水蓄满之后的流动清水 其实一定要注意 不是大水盆了 是这么小的水 人家看一个镜头看特写 这么小 那潘老师的流动清水 比一岁baby的尿尿还小 对 因为呢 我们要的是时间 让它慢慢的溢流 尤其现在台湾苦水期 那我会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所以流动清水是这样 这么小的水 这么小 我在这种枯水期 我在这里会再放一个水盆 让它溢流出来 就到那个水盆 可以加在那个马桶的水箱 就是马桶还可以再用 对 因为这个是我们实验室 还有很多这个学者专家 做过的实验 流动清水 只要这么小的水 慢慢的溢流12到15分钟 其实这有一小脸盆的水 这样的量就够了 对 这么小的水 叫做流动的清水 然后呢 像这个小黄瓜 我一定会刷它 为什么 而且我会喜欢用这个女孩子 洗脸刷 因为这个很好刷 又不会刷伤它 然后又可以洗得很干净 小黄瓜要这样子刷它 对 要刷它 其实我连小黄瓜都是熟食 我不生食的 因为我很怕那个虫 好 可是夏天很多小菜凉拌菜 真的都会生吃小黄瓜 但是我都是烫过的 就整条去烫 烫完之后丢冰水 不会熟到那么熟 对 没有我只是烫掉它的表 好来我们来示范一下 那苦瓜的话 要记得就是把它这样子 一个一个的 也是化圆的方式把它刷干净 所以只要凹凸不平的 你都要把它那一个凹凸处都刷干净 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才会洗得很干净 然后像我洗菜不会超过20分钟 为什么 因为这些蔬菜都是水溶性的 这些维生素 你虽然洗掉浓药 维生素也会破坏 对对对 所以洗菜其实真的就12到15分钟 所以很多婆妈妈 不要说拿一个水缸 泡菜泡一两个小时 在那边泡心安的 真的 而且那样子营养素会流失 好 那这个 谭老师示范完了之后 老师要示范一个健康又好吃的 这一个当令好料理 老师刚刚分享了 小黄瓜洗干净 今天小黄瓜切丁 凤梨切丁 这个是什么 竹笋 竹笋 这个是生的 这个是我有蒸过 蒸过了 蒸过的竹笋 因为这个季节 绿竹笋竹笋也都开始盛产了 切丁 那这个是 倒极豆鼠 豆鼠就是我们上次录影 那一个 大的很大一颗 一样切丁 然后今天搭配虾子 对 好 老师今天分享的是一个 恩水豆鼠会海鲜 对 这个女后大概从播种到 采收大概就两个月左右 一般在采收之后 另外的豆腋在种 所以一直有农药进去 其实抽象是杀菌而已 它没办法分解农药 所以有用的这方式 是小厨长 它可以跟那个农药 采生造化反应 就变成肥道理 豆鼠这个季节水分也很多 其实你会发现夏天很多 蔬果水分很多 像笋子 像小黄瓜 大黄瓜水分都很多 对 那谭老师现在先炒的是毛豆 对 然后这个竹笋我们就下去 比较耐炒的我们就先下去 毛豆也是有豆莢的吗 老师这个是一般市面上的豆人的 熟的 再来是虾子 虾子老师一定是自己去壳 自己剥 对 这个是我到这边来才切丁的 对 所以表面上 为什么很多婆妈妈觉得 烹调很快 可是前置作业很够贡 因为你看前置作业主清洗 开始清洗 清洗完之后再来备料 切什么的 所以炒熟反而是最容易的流程 真的 对 可以家里做菜三道手续 这个老公洗漱菜 老婆就炒菜 儿子女儿就负责洗碗盘 这是完美家庭的概念 正常都是老婆洗漱菜 老婆炒菜跟老婆洗碗盘 真的 好 蔡老师现在这个时候 再继续拌炒我们锅子内的食材 那我们今天豆薯呢 因为要脆 所以我还是稍微炒一下就好 不要炒太久 但是这个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那小黄瓜我们最厚 为什么 因为小黄瓜我们不需要让它太 就是我们要的都是退度 不用熟到太烂 对 那我凤梨这时候也下来 凤梨这个季节今年也很平价 真的 所以也是分享给大家多吃一点 今年大家可以吃到平价的水果跟蔬菜就要多吃 但是要维持食物食材的安全 对 老师你现在放的是什么粉 辣椒粉 这个是有辣度的还是匈牙利红椒粉 我用的是有辣度的 因为我喜欢辣的味道 所以假设不吃辣就可以放那种匈牙利红椒粉之类的 也可以放黑胡椒或者是白胡椒 那因为我们今天好像都吃辣 所以我就都放了都是辣的 所以这个辣度跟胡椒其实自己可以调整 对 就是说市面上其实这个香料是蛮多的 对 好 因为虾子还没有很熟 所以我们就让它稍微焖一下 好 我们稍微让它焖一下 然后老师待会还会加的是小黄瓜 然后起锅的时候会加一点坚果 老师这个顺便问你坚果 这个坚果好像你买代壳的 核桃 核桃 然后是已经烤熟的代壳核桃 对 所以你要自己去壳是不是 对 它有一个钥匙 你把它剥开来之后打开 然后你就取核桃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墨很多 对 就是因为那个墨是 你在自己把它捣碎的是不是 对 那你就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把它压一下 这个是用手敲的 所以还算 所以没有很均匀的 对 没有很均匀 所以你的坚果也常常买代壳的 其实我几乎都买代壳的 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 那个味道就是比较 比较浓 而且呢 因为我希望孩子 那比较没有氧化是不是 它的吃起来的味道 就是比较香 比较香 对 因为我曾经买过那个夏威夷豆 就是代壳跟不代壳的 那结果代壳吃起来那种味道 就是特别的好吃 所以我就都 而且最主要是因为坚果 它虽然是好东西 但是它限量的 而且热量是很高的 对 那如果你没有代壳 你常常一吃就一大把 那代壳大概吃两三颗就差不多了 而且过程很难剥 对对 你就会弄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弄到没有耐性 就想说不要吃过量 对因为我看最近 昨天好像有一个新的研究 就是说其实核桃的健康 就是带壳的两颗就算一份了 那你如果吃两颗就一份了 对就是带壳的两颗 所以你如果不是有带壳的 很难剥嘛 因为那真的不好剥 但是如果你是吃一般的核桃 你常常就一把就过量了 对对对 好 因为我刚刚录影前都偷吃了 都差点过量了 所以我完全理解谭老师在说什么 对 好 那我们就把 那个因为我不吃生食 所以香菜也要洗干净 对 我香菜还蛮在意的 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这个是学阿芳老师的啦 阿芳老师的小黄瓜都是最后下 就是不会过熟 它会有口感 可是也是要让它加热 就是加热 因为加热之后 可以杀掉很多的有毒物质嘛 那我觉得这样是最安全的 那所以我们拌炒上来之后 再稍微撒上一点 刚刚老师自己敲碎的这个 对 坚果就可以搭配了 对 然后我们只需要用一点点盐来调味 好 我们最后只要调一点点少量的盐巴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试吃哦 因为我们这很好吃 特别特别棒 尤其看到这样洗红的样子 都来一盘 全世界最安全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了 我们讲一句话就说 农药残留 其实我们在国人 我们这个这个食药署 在2010年 曾经公布过这个data 其实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说这么多蔬菜水果 到底农药残留 到底排名比 你看第一名 我们讲菜豆类 粉豆 长豆 其实这个一般来讲 跟它采收其实有关系 一般来讲 比如我们农药来讲 其实他们也防供过果农 他们这个菜语农 就是说 一个农药大概从播种到采收 大概就两月左右 两月左右来讲的话 而且是它一般在采收的时候 另外的豆也在种 所以他们常常来说 这边有虫 我才在铺农药 那边有虫就铺农药 所以一直有农药进去 平均两到三种都铺一次农药 那甚至农药来讲 会到两到三种 甚至有一个果农 他们自己承认过 在某个杂志的时候 他们会用十种农药 所以这个来讲 菜豆来讲是最低名的 第二个来讲是碗豆 碗豆我们讲 就包括这个荷兰豆 甜豆 夹这个扁豆 那另外就是甜椒 那包括刚刚这个老师讲的 这个小黄瓜 它这么丁精的 这个都很重要 窝去青椒的小白菜 那这些的菜类 农药残留来讲 到底对身体危害 我们刚提过这么多 其实我真的碰过一个 有一个小孩子是这样子 他是国小一个 五岁的一个学生 妈妈带他来 是因为他去医院检查 因为他的这个生殖器 发展非常小 那医院帮他做过一些 生长基础荷兰 都做过说 还不错呢 这样子 那本来说 股龄也不够 是不是说 要不打生长基础 测了一堆东西 后来在小人内分泌科的 医师评估之下 认为不需要打这个 所谓的生长基础 需要回去多运动了 那妈妈带他来找 其实妈妈爸爸 本身在夜市工作了 他每天从下午就要开到夜市上班 所以这小孩来讲 就一天到晚就在 在安勤班 下个之后就自己吃自己的 所以几乎三餐都是在外面 那他来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想说 这小孩我没帮他测的荷尔蒙 其实荷尔蒙都没问题 可是这小孩有个问题 我们就看他这个 测他那个尿医中的 这个环境荷尔蒙松化剂 居然超高 而且我们爸的厌肝功能 小朋友的肝功能 GPT 理论上小朋友应该都很OK的 他也没有B肝C肝 这小孩的GPT居然是55 其实55来讲 对个小孩子是不OK的 好 那妈妈就很压抑 我说 你如果没喝酒 我吃了 你如果没喝酒 那到他们外面 手儿被饮 然后就乱喝乱吃 后来呢 我们就跟他讲 你真的要是从头 帮他这个小孩子 设计一下你的膳食 好 其实这个学校的央午餐 你没办法去参与 你那晚餐一定要注意到 后来爸爸妈妈 他们讨论过之后呢 就跟他讲说 爸爸你就是去夜市 你去 我在家每天就 帮这个小孩子煮三餐 好 那包括菜叶的洗得非常干净 才三个月之间 三个月我们还recheck一下 他肝功能指出GPT降到20 非常快 而且他的料理中 我们测不到任何的 环境和我们的塑化剂 其实他外食来讲的风险就是 我们讲很多蔬菜 你可能就较方便 吃了的时候 可能里面农药在里面 他影响那个小朋友 你看连生长发育都受到影响 所以提醒他还是要注意这方面的秩序 那请教一下陈博士 还有一些婆婆妈妈喜欢用 盐或者洗米水来洗蔬菜水果 OK吗 很多妈妈讲说 奇怪 那我们来怎么清洗呢 是不是流动的水 那现在都没下来 没有水 流动的水数五分钟 还好谭老师有浇 那个细细的水就可以了 好那很多人讲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臭氧机呢 拿一个机器来弄呢 其实臭氧机 杀菌可以 它没办法分解荣药 它没办法的 它可以杀菌没错 但是你要把农药洗掉 是没办法 不可能的 而且你在厨房里面用臭氧机 那个如果臭氧机都没弄好 整个室内臭氧浓度过高 最算也是不好的 或者说 之前流行说 那是不是盐巴来可以去除农药 没办法 盐巴没办法去除农药 而且你看哦 它的浓度那么低 怎么杀菌 也杀不了菌 杀不了虫的 反而有时候渗透压的原理 是把洗出来脏水 就渗透进去 所以臭氧机没办法 那个所谓的盐巴也没办法 之前网路流传说 那是不是省水啊 洗米水啊 掏完米 那个洗米水 可以来这个洗出菜水果 可以去除农药 没办法 反而会有二处污染 你知道啊 那个洗米水 它里面有虫卵 虽然我们真空包 那个虫卵还没有孵化出来 但是洗米水 它是有虫卵的 如果就是这样 洗一洗来吃 怕有二处污染的问题 所以洗米水 可以当洗马桶啊 浇花是OK的 是没办法 但是呢 我们觉得 最有用的这方式 是小猪打 那么其实 对 小猪打有两种 不要买错 五斤卖场有买小猪打 但是 那是洗厨房啊 洗厕所用的 清洁用的 如果是一般的 所谓的超市啊 或者料理店 它卖的小猪打 是食品级的 而且它也不贵 所以这个食品级的小猪打 它使用的很方便 因为通常 农药有分两种 水溶性的农药 就是刚刚谭老师讲的 水洗一洗就溶掉了 但是比较麻烦 这瓜果类哦 瓜果类的 像那个比如说草莓 葡萄 花椰菜很难洗的 它那个会有分泌蜡子出来 还有水果的果粉出来 那这种呢 农药如果是水溶性农药 它会沾联在蜡子上 果蜡 果粉上面 那一样流动水洗不掉的 那甚至本身农药 就是那个油溶性的 脂溶性的 它根本没办法洗掉 所以小猪打就好用 因为小猪打呢 它可以跟那个农药 油脂的东西 产生造化反应 就变成肥皂了 好 那小猪打 好像阿邦老师也常用 阿邦老师你都是用这个 跟这个刷子来刷洗 对 小猪打粉 我要讲 刚刚陈博士在讲食品级 宁观这一包上面 你有看到 就是食品添加物 其实是卫生署 它都会有质号 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在使用小猪打粉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区分 就是买食品级的这个部分 那你小猪打是直接撒在 比方说讲这是苦瓜 不是这样子的 还是跟其实是结合的 我的方法是结合 谭老师跟陈博士 就是我在家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 专门洗菜的盆子 然后呢 我就会把那个水 第一次是清水 就快速的第一次是洗泥沙 然后呢 第二次的水 我就会在里面加一小汤匙的 这个小苏打粉 对 辣辣的 你就把你所有的一个 要洗的蔬果 尤其像那种很难洗的 什么绿花椰菜这些 你就我是先不用去切它的 就直接整条 像有的妈妈 洗菜第一个动作就是 把它切开 对 你切开之后 它就会去有机会 去接触到那些脏的水 所以像青椒啊 这一类你不要去洗 就直接进去 洗干净再来切 对 然后先泡它 那泡个七八分钟 十分钟 你就可以起来用清水洗就好 然后那个小苏打的水 你是每天这样用 其实还可以保有你家的 那个洗碗槽啊 下面的下 是很干净的 所以连在那个 房医送医的概念 对 其实是有很棒的 然后我自己小苏打就用很多 我洗厨房 什么地方 所以洗完苏打的水 可以清洗厨房 对 就是可以清洗厨房 很好用 苹果其实它可以帮助治疗腹泻 它也可以帮助治疗便秘 但是你要用对 当你吃到果皮的时候 你等于把一些膳脂纤维 吃到身体里 可以预防便秘 一把果皮去掉 只吃果肉 它就可以治疗腹泻 苦瓜干 苦瓜素 三个类的这些 它会抑制我们 包括糖 一些淀粉 或者是一些 这个不好的油脂的吸收 所以一般来讲 对我们改善糖尿病 或者一些预防肝癌 即使如果蔬菜真的没有洗 我有个朋友 还有一个案例 他去买高丽菜 高丽菜最安全了 不用喷农药 那高丽菜叶子拔一拔 里面最安全了 他家里有吃糖 养金鱼 养巴西乌龟 就把那个叶子 外面的比较丑的 拔一拔丢下去 鱼就死光光 连巴西乌龟就会死掉 真的 所以何况能 如果是今月来的吃 可是新梅医生问一下 夏天很多人吃生食 生菜沙拉 尤其是生的蔬果 真的也要特别小心 其实我们说 生食跟熟食的蔬菜 各有各的好处 因为其实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青菜里头很多的维生素 它是属于水溶性的 所以当你生食 你没有经过一些 这个水煮的动作的时候 相对下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 比较可以保留在里头 但熟食不是说 都完全没有好处 我们发现说 有一些特别的营养素 例如像是 β胡萝卜素 或是茄红素 其实它是经过油的料理 它更可以吸收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两种选择 其实都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 尤其是越专研 这些跟农药有关的 这个越养生的医生 或是这个相关的 这个健康的老师 你就会发现 生菜他们几乎都不碰的 为什么 像谭老师就是想黄瓜 还是要过乐 刚刚谭老师讲了 大概有两次 我都很认真听 他就说我是不吃生菜 他就说他是不吃生食的 那特别提一下 就算你吃生食 如果你在这个餐厅的生食 也一定要务必小心 因为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 你去看 我刚刚我们还在聊 我之前去吃一个 去吃某个小笼包的时候 那个后面就有个阿姨 坐在地上 水呢 那个碗盆这么厚 它里头只放了薄薄的水 他就把这个高丽菜切一切之后 就直接放进去准备煮了 换言之就是 基本上是 可能连水都还没有经过 它就已经进去了 就是一种没有洗过的生菜 那这个到底有多恐怖 之前就有一个男生 是六十几岁 因为他是常年都是吃素的人 有一天呢 他在运动 运动的时候 突然运动 运动一般突然就昏倒了 当时一开始想说 会不会是心脏的问题 所以就一系列的检查 从心脏科最后转去神经内科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他的神经反射 好像有点问题 后来神经内科医生 帮他做了一个脑极 随意的抽血检查 竟然在脑极随意里头 培养出广东注血线虫 这个东西 我们已经在做学生时期 念那个寄生虫 我们才会有印象 好久没听过的名字 对 那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个人畜共通 如果我们以这个 就是运动物来讲的话 什么动物会有 老鼠会有 蝗牛会有 所以后来呢 这个医生就问他 请问你吃东西 有什么特别习惯 他就是喜欢吃生菜 所以怀疑就是从生菜 刚好蝸牛爬过 而蝸牛带着 这个广东注血线虫 所以就间接的感染 所以我一定要 务必跟大家讲一下 生菜 当然了 如果你很讲究健康的话 可能你要嘛 就是清洗得很彻底 要嘛就是还是烫过 可是如果你在餐厅的话 一定要观察 它的洗的状态 不然你这个健康 可能会赔上了 那接下来 阿邦老师要分享一个 健康又好吃的 凤米苦瓜题 对 刚刚宁官有拿到这个 这是我家在洗 洗脸啊 洗蝗奶 洗蝗奶刷子 这是凤米专用吗 对 一样都不去动它 整颗的时候 那个会沾这颗的 我就是这样 这样子去刷洗 每个人自己家里面 忙要找法宝 牙刷其实也很好用 所以在家里面 自己可以找到方法应对 然后都洗干净 水再冲干净 你再来切开它 这是妈妈要养成的 一个习惯 那所以我今天呢 用了苦瓜 苦瓜也是疙瘩很多的 不好洗 对 那所以我的习惯就是 整条直接泡 就是先洗过一次 然后泡小苏打粉 很重要 就是泡完之后 再来清洗 然后洗完切开 基本上 其实这样子的苦瓜 很好吃 就是如果你有敢吃的人 你去咬一口 你会发现 有洗干净的蔬菜 很甜 很好吃 好来 刘医师要证明 很好吃 我来尝一下 刚刚我们在 你知道吗 就是它其实是会很甜的 就是完全洗干净 你真正照的步骤 你是有苦要说出来 苦瓜是一定苦 可是它会水分很饱满 很汁 因为它的苦瓜干 其实对健康是非常OK 但我相信很多人 吃不了苦 但是我是吃起来 我觉得OK 那没关系 我们今天就把它煮 那我今天现场一个 就是第一次 我把它煮 现在当令 尤其今年凤梨 真的很盛产 所以我们煮凤梨苦瓜鸡 然后我把鸡肉汆烫洗干净 跟这个苦瓜 一直加水 直接煮上来 煮到滚 那这个时候 我在里面呢 因为苦瓜会凉 所以我放了一点点 这个嫩姜的姜片 对 然后凤梨 就是把它洗干净 这个凤梨酱 是我自己腌的 就是凤梨切一切 然后盐巴拌一拌 不用太咸 然后我吃陶甲煲 什么陶甲煲 家里面 你有那个黄豆拌酱 有豆腐乳 你就直接给它搅搅 然后拌好就装品放冰箱 下次来分享这个酱 它就会很香 下次来分享这个陶甲煲的酱 就是家里头的黄豆酱 或者是豆腐乳的酱 对 就是那个吃豆腐乳用剩 你可以拿两块 然后带底下那个汁 就把它放进来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来煮 然后就可以自己腌成凤梨黄豆酱 对 然后呢 你可以把一点汤汁放进来 好 然后基本上在这边 所有的食材 它通通都是泥土里面来的 不管是苦瓜 是土地种的 凤梨都是 然后包含我们的鸡 它也是在土地上跑的 所以我的凤梨苦瓜鸡很简单 除了这一锅之外 再配一点点的海味 就是小鱼干 所以它就会有肉鲜跟海鲜 两种鲜甜 对 然后现在只要盖上来 熬煮它 对 差不多十分钟 基本上就可以吃 好 那另外的饭条 我们不生吃 所以今年我做一个苦瓜的 小菜 小菜 在家里面 那把苦瓜一样洗干净之后 我们用蒸的比较方便 我先问一下 洗干净之后 这一层膜要去掉吗 因为这一层膜最苦 可是如果你煮的是好吃的 事实上这一块膜 它其实是不会苦的 好 口感口感 每个人对 然后我们要在这里面 我拌一点点的香油跟酱油膏 把它先拌匀 然后把它让它吸了这一些 调味料之后 我们就把它倒到盘器上面 你在煮饭的时候 妈妈可以把它放在电锅 或者那个饭夹在上面一起蒸 或者是你可以就是 另外拿一个蒸锅来蒸都可以 然后只要从冷水开始蒸 蒸到它水沸腾了 所以只要拌酱油跟香油 对 然后就蒸苦瓜 对 就蒸苦瓜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蒸熟 那这个时候基本上 蒸熟就有一点点像酱苦瓜 对不对 它就是有味道的苦瓜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家里面 你有的冰箱的海味酱 比如说你有SO酱 你有小鱼干酱 那你就可以把它拿一点出来 然后捞干了就好 油不用再下来 有海味的酱来调味它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我们的 冰箱 哦 再来姜末 把它们全部通通都给 搅拌 搅拌均匀 然后就放到保鲜盒 这样子热着可以吃吗 热是一道菜啊 可是事实上这个时候 它还没有把这些海味 还没入味 香辣的油脂给吃进去 所以我通常就会这样拌一拌 然后把它倒到哪里 倒到保鲜盒 然后其实是吃凉的 那放凉多久入味 你会觉得它有苦味 冷冷的吃苦味就不见了 好 那放凉的话多久入味 很快它回到温凉的时候 它的那个切笔就不见了 所以今天要挑战你吃苦瓜 因为宁冠是不喜欢吃苦瓜 对 我是不爱苦瓜的小孩 真的没苦味了 对 就是热的时候 你会觉得 它是擦苦瓜 可是事实上冷了之后 它的味道 哦 这样它受欢迎很多 所以敢吃苦瓜不敢吃苦瓜 妈妈其实可以多变化 就跟孩子 她其实在味蕾的感受 是年龄也有关系的 可是妈妈做得好 其实可以让她在夏天的时候 吃到这么好的瓜果 所以在家里面 妈妈是一瓜可以两用 好 那我们待会儿 再等一下那个凤梨苦瓜 这些同时请教一下郭医师 郭医师 听说你遇过 直接吃农药的病人 哦 应该是这么说 偶尔会遇到 因为我是肾脏科医师 是想要亲生吗 嗯 对啦 应该说 我们讲务食好了 就两大类嘛 其实今天有些跟他吵个架 想说好吧 我就喝个那个 那以前我是遇过这样的病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当英诚 我实习的时候 那个医院其实很大嘛 那就是有所谓的毒 可能那个因为我正好在肾脏科 就一个病人他就喝了那个巴拉瓜 我想那个谭老师已经很知道 这个立权也是 他喝农药想要亲生 对 那来的时候看到他 我是在洗澡时看到他 为什么那个急诊已经会诊过肾脏科了 急诊有帮他洗胃了 那赶快就送肾脏干嘛 要有点像帮他洗肾 可是那不叫洗肾 我们叫Hemoperfusion 我们叫血流灌注法 那跟洗肾有点像 只是他的人工肾脏很特殊 我应该带过来的 对 它实际上里面的东西 我们以前是树脂 可是它里面的东西是活性碳 那我们的血液经过它的时候 会吸附那些 已经被吸收在血中那些 我们所谓的巴拉瓜那些毒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个药非常的毒 因为我看那个病人 因为我对这病很好奇 我去追踪他好奇 后来他往生了 我记得洗完之后 那个病人照样还是会觉得 因为这个药它很毒 它是会产生自由基 这个毒性的自由基攻击 第一个地方会是我们的肺脏 对 所以我印象那病人 其实后来非常非常的喘 后来就往生 那我知道因为这个药 所以它已经洗血 洗掉一部分的毒性 可是它产生了自由基 攻击了它的肺 没错 那最后肺也产生了 一些急性的变化 急性的变化 那上岸有些可能 长庚医院可能经验就比较多 因为我知道后来林几阳老师 有专注这样的研究 甚至会让病人用一些 所谓的脉冲性的类固存 不过就算可以撑得过第一个时候 后来它的肺应该也是有受损 它一部分会纤维化 所以有一些农药是真的很毒的 不要轻易吞农药的 那后来我的经验 其实那些病人 大部分存活的人非常非常多 对 他们一口就会死掉的 没错 我想我想陈老师经验应该看得多 一口就会死掉 可是有些在青生人 一罐就是罐一罐 其实有些是意气用事 我们真的在急诊室 我们遇过那种男生 小女生男生吵架 他就想说我就喝给你看 他只喝了一点点就不敢喝 可是那时候到医院的时候 真的我们医生是过去跟他解释说 你要了解这个过程 可能最后会死亡 那你看到那个小朋友 他其实是很惊吓的 因为他从来也不知道 他这样意气用事 只喝了那么一小口 马上会慢慢走向死亡的路 后来就是去他这个住院的时候 你就看了这个小孩子 一天一天一天 一直往死亡的路线走 有时候觉得很可惜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讲 千万不要轻易地尝试 任何伤害自己的决动 真的 没想到这个毒到一口就会致命 像最近不是有一个大陆的小男生 为了要逼他妈妈回家 就也是喝了这个 那也是一口吗 一口就死掉了 就致命了 对然后他就是 就是最近这两天的新闻 所以不要轻忽农药的毒性 那这个阿芳老师的凤梨苦瓜鸡 现在也香味扑鼻 对他煮开了之后 原本被我们淹在那个 酱汁里面的凤梨 他就会重新活过来 然后因为有豆腐乳酱 这些黄豆瓣酱的味道 是不用再加盐就可以喝 来然后最后一点点的米酒放进来 那我们就来试试 我个人对苦瓜的技术非常高 虽然宁光刚拿一个生的苦瓜来考验我 但是这个是 你也是念不改色 没关系 这个因为有书画 所以看不出有没有改色 但是 我重点是这样子 我们讲 其实这个苦瓜最近的失恋是非常夯的 你看很多大学 包括硕士班研究所的学生 都来做山苦瓜的研究 他的这个study 非常的让我们很惊艳 我们看看 就是说 他一般来讲 我们这苦瓜来讲 他有一些 我像是C啦 纤维 那是我们知道的 可是他里面很重要一些 苦瓜干 苦瓜素 三铁类的这些 他这些的植化素来讲 他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 调控一个叫PPAR 这个路径 所以来讲对减重 糖尿病的这个 胰岛素的这个 主抗改善 都很有帮助 最近更妙的事期 在美国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企业 发现在我们的肠子 肠子那个里面 粘膜里面都有 苦瓜素的接受器 这什么意思呢 就当我这个苦瓜 这里面的植化素 接受到我们肠子里面 接受器之后 肠会一连串的讯号 它会抑制 抑制我们包括糖 一些淀粉 或者是一些 这个不好的油脂的吸收 换句话说 会让你的身体 其中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防护机制 所以一般来讲 对我们的改善糖尿病 或者一些预防肝癌 预防肝癌 是在国外一个研究 他们把那个老鼠 用这个大量 这个苦瓜的萃取物 去够来喂 就他们在喂6周之后 他们这个肝脏的肿瘤细胞 可以缩小40%到50% 不过当然是动物实验 人是不是这样也不知道 不过基本上来讲 就是有这个防肝癌的机制 另外呢 因为它有这个纤维 而且我们刚讲 这个改善了血糖的问题 改善血脂问题 自然而然 这个动脉硬化会改善 那都会免疫力的提升 甚至我们消炎退热 不过常常讲说 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苦瓜是很好的 我们要善用它的好处 不过分享一个很妙的案例 因为我常常也推讲说 这个大家吃苦瓜对人很好 有一个欧巴 欧利桑 它那个是七十欧利桑 它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 那它糖化血液其实也不错啦 就是控制大概是 6.9到7.0 中间跑来跑去 那跟我讲说 有一次听说你讲苦瓜还不错 它打到苦瓜字 打完之后呢 它试着半天它没办法接受 然后后来它就用其他方法 那我也不知道 它每天喝苦瓜字 三个月之后来 那个血糖也没有改善 而且它的糖化血液 就是A1-11到7.0 7.3 我想说奇怪 刘医生你们说吃苦瓜不错吗 我打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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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就他来跟我讲说 他觉得很苦啊 他加蜂蜜 还有那个凤梨 切好几片加进去 然后它咸不够还要加葡萄 所以整个家里糖非常高 你本来想用这个苦瓜的好处 去抑制我们血糖上升 结果为了呢 把这苦又盖掉 用加更多的糖来压着苦 完全适得其反 所以我这样讲说 我们食物有它的好处 你不要说为了这个硬要吃它 用另外不是很好东西盖掉它 那就错误了 不过这个新美医师 也要提醒分享 其实像蔬果 它的果皮就是有 各式各样的植化素 对 那有的时候呢 你去皮呢 就把营养素去掉了 那如果你要吃它的营养素 你就要确保把它清洗干净 对 其实大自然蛮神奇的 我们发现说 很多的这个水果 我们在吃的时候 我先举一个 这个香蕉 很多吃香蕉 在睡前吃一根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帮助睡眠 里头有这个含有色胺酸的成分 但是却发现 其实皮的色胺酸更多 所以有些人甚至会鼓励说 你其实把这个外层 最外层的皮削掉 留薄薄一层皮来吃 那你就会发现很神奇 这个大自然里头 果肉虽然是有营养 可是有时候果皮的营养 有些是不一样 有些是效果不同 有些是营养更多 我在讲第二个 这个大家最近也很常看到 一个水果 这是我病人的亲身案例 我一个病人 他其实是一个长久便秘的人 那他便秘的原因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知道 第一个他完全不吃蔬菜 他只靠药物 然后他又很容易紧张 那我就每次来都开药 我也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我就跟他说 你真的要吃一点蔬菜水果 讲了半天 他终于接受吃水果 他吃的水果就是苹果 到第二次来 更愁眉苦脸 他说惨了 我就跟你说吃苹果 可是我便秘的更严重 一细问之下 原来他就是吃那个正常嘛 我们就是把那个苹果的皮 削一削之后 就直接吃苹果 那其实我就跟他说 其实这个 你算做错了啦 为什么 苹果其实它可以帮助治疗腹泻 它也可以帮助治疗便秘 但是你要用对 我跟他说 你先这一次回去 你先不要问我这么多 你回去就是把那个果皮洗干净 把跟着苹果的皮一起吃 他说也奇怪 他就说 他就这样试了一个礼拜左右 他就说 他真的每一次吃完苹果之后 他就有感觉到 肠味道咕噜咕噜的 有加喝水 他就咕噜咕噜的感觉 接下来这样便便就变得比较顺了 那原因是为什么 在苹果的果皮里头 膳食纤维比果肉来得更高 甚至是两倍的膳食纤维 所以当你吃到果皮的时候 你等于把一些膳食纤维吃到身体里 可以预防便秘 但相反的 如果我是个腹泻的人 果肉里头有果胶 果胶会吸水 所以如果你是个长期腹泻的人 你就把果皮去掉 只吃果肉 他就可以治疗腹泻 那节目最后 刘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对 我们今天讲 这个农药的防治 其实我们还不要抹杀 蔬果的那个好处 它纤维 也很重要 那当然我们今天跟几个专家 学习怎么去清洗蔬果 非常重要 但不要忘记了 我们有些农药来看 真的既然身体要多喝水 促进排尿 不要熬夜 少喝酒 这样子身体的解毒系统 也会自然而然就比较好 好 谢谢刘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负责年代 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上面提供给观众朋友 分享跟下载 同时间我们的食谱 健康的资讯 还有节目的预告 也会放在LINE的 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